嗨,大家好,我是巧儿,欢迎来到巧儿兆咖 今天的面包食谱是以藜麦为主题 加入汤种超柔软的汤种鲜奶藜麦吐司 第一步做鲜奶汤种 将少量的面粉、牛奶一边拌匀 一边加热 那我们要煮到面团呈现半透明 这种很粘稠的状态 汤种就完成了 那汤种会让我们面包的质地特别柔软 接下来煮藜麦 因为等会我们吐司面团会继续烘烤 加上我想保留藜麦有点脆脆的口感 这边藜麦煮到半熟就好 约8分钟 沥干水分 正式要来做吐司面团咯 将面粉 糖 盐 酵母 水 汤种 加入搅拌缸 低速拌匀三分钟 刮缸整理一下面团 转中速拌匀三分钟成团 停下机器 让我们面团静置20分钟 促进面筋行程 这个手法称为AutoLis 自我水解 接着我们就可以加入奶油 低速拌匀三分钟左右 转成中速 一路搅拌至面团完成 可以拉出很大的薄膜 加入我们的藜麦 整体拌匀 我们面团就完成了 把它滚圆 把它滚圆 收口朝下 在室温下发酵30分钟后 进冰箱冷藏 发酵隔夜 面团分割成三等份 各自滚圆 稍微排气去除大气泡 松弛20分钟 撒点手粉 把面团擀成正方形 像折杏风一样 把上下的面团往中间折 翻面 从中间往上下擀成长条状 做吐司的感觉 底部稍微拉 平 收紧 吐司磨 磨点油 防面团粘粘 收口内面朝下 来做最后发酵 温度比较高一点 我用36度发酵约一个小时 大概吐司磨 面团发到吐司磨的8分码 用190度烤35分钟 出炉后震一下 立刻将吐司脱模 要烤到侧边也有漂亮的金黄色 吐司才不会凹陷哦 这时候磨点奶油 享受非常柔软 香浓 含有很健康藜麦的汤种吐司 wal正 合骨 因为 汤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